另外选拦额而迈十名选民起诉他们的国会议员 南都斯里阿兹敏违反民意委托诉讼再次遇错 联邦法院拒绝发出上诉准令 使得这批选民无法挑战上诉庭的撤案裁决 马来亚大法官丹斯里阿兆哈为首的联邦法院三司认为 基于没有新法律问题需要审理 因此在不符合1964年 法庭司法法令第96条文的门槛要求之下 联邦法院拒绝发出上诉准令 十名年龄届于36岁到64岁的额迈选民入禀要求 颁布额迈的人民待遇是阿兹敏违反受委托的义务 欺骗和违背对选民的承诺 经过各种审讯过程 上诉庭今年4月13号批准阿兹敏的上诉撤销诉讼 下訴三条文贵